再来看到12月18号的四大公投即将登场 前总统马英九痛批蔡总统党公投的行径 根本叫做蔡沙头 秋冬民团也大骂 蔡政府强硬要百姓吞莱猪 简直丧尽天良 更有名嘴质疑 蔡总统是否早在2020总统大选前 就跟美国人密约开放莱猪 出卖台湾百姓健康 来换取美国相庭连任 凡莱猪等四大公投年底决战 国民党正面对决 前总统马英九炮轰蔡总统 罔顾百姓健康根本烂权 现在又来了一位姓蔡 把公投封杀了 前面的叫蔡公投 后面的叫蔡沙头 总统委会公告禁止用的禁药 台湾的猪都不能吃了 猪不吃的东西给人吃 真是小人 真是没胆 真是没种 连辩论都不敢 他们知道他们辩论会输了 民间党却吃了衬托 铁了心跟人民对抗 蓝军痛骂蔡英文 怎么有脸要大家把莱猪吞下去 打死要百姓吞莱猪 民嘴质疑2020总统大选前 美国提前表态要挺小英 难道那时候双方有秘密约定 蔡英文总统不只是早就已经跟美国有了密约 那甚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条约 什么东西都可以跳票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他这么紧张 不愿意让他跳票呢 就是因为他有把柄被美国人抓在手中 蔡英文你到底出卖台湾什么东西给美国人 美国人才会给你这么强大的帮助 民进党说要动员全党反公投宣传 到投票日下午四点前最后一刻 采购疫苗时政府可没坚持到最后 没想到让政府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竟然是护航莱猪 记得林溪县林玄SNG小组台北报